OK 既然是避坑 那首先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呢 是给大家去剖析一下 我们现在目前遇到过遇坑最多的四种人群 那首先第一类型是我们的纯抖音思维来干的人 他遇的坑是非常多的 第二个是不会做私域运营的人 他遇的坑也是比较多的 那第三个是知识迭代速度慢的人 那这个是什么呢 是不管在哪个平台他遇到的坑一定是不少的 第四个是信息获取能力差的人 那这里面也是同样如此 不管是在哪个这个经济周期当中 不管是在哪一个生态当中 不管在哪一个平台当中 或者说你不管在哪一个行业赛道当中 你的信息获取能力差的人 他一定遇到的坑会比别人多的多的多 那我们接下来的话是基于这四种人群 我们来进行什么 每一个板块的一个 你会遇到坑的一些拆解 以及基于这些坑 我们到底该如何具体的方法去解决 首先从第一类 纯抖音思维来干的人 在视频号一定会遇到两个坑 第一个是优势能力陷阱 第二个是资源捷径陷阱 首先第一个来讲呢 我们现在目前视频号的主力消费人群的百分之五十 甚至百分之六十 他是五十岁以上的 那在这里面的话 很多在抖音做什么呢 做秒波型的这种自然流的高手 杀进来一定会遇到的几颗坑是什么呢 是你会发现水土不服 你会发现你的在视频号的所有的招你都没用 无论是你去做拉流编单也好 还是做马铁也好 这些你会发现通通都没有用 为什么 因为人群不对 因为可能是因为你的语速太快了 可能是因为你过款太快了 也有可能是你踢单太快了 这些人的话 可能连你在说什么都还没听清楚 你就已经结束了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会发现你在抖音本身是一个非常优势的一个能力 反倒在这个平台上面随途不服 你会被打得什么 打得自己都不知所以然了 那这个是很多我们做什么 做抖音的同行在什么 在20年底 在21年杀进来的整个 包括222年杀进来这个过程当中 就会遇到的一些这种问题 他带着抖音的这些纯抖音的这种玩法 尤其是自然流的这一类型的玩法 你会发现他的整个的一个反馈是极其不好的 那他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呢 解决方案是他的主力消费人群是50加50岁以上的 那我后面会讲我们整个这个用户的结构 以及他的体量 那在这个点上呢 我们可以根据什么呢 根据中老年人的整个的视听的情况跟能力 我们可以去降低语速 而且我们通过调整这个方式之后 我们的数据有了很大的提升 那我们通过什么 把我们的整个的直播间的讲解的话术 以及讲解的这个话术的速度 包括我们还要去引导 就像什么呢 就像很多人最早在20年的时候 这个抖音的一些用户 他去什么呢 他去让大家去下单去买东西的时候 可能都不知道怎么去做 如果说那个时候你增加一个什么动作呢 增加一个引导 告诉他如何去进行下单 如何去填地址等等 这一系列的深入到最后一环的这个动作 你会发现你的直播间的下端率会高很多 同样如此 在现在目前视频号来说 如果说你的整个的一个什么呢 整个的一个内容 你的细节抠的会更细一些 抠的会更慢一些 OK那你的优势能力陷阱这一块 你就很有可能能逼得过去 那第二个是资源减进的一个陷阱 那现在外面有很多去做什么 做内部通道加白 做折扣流量券的采买等等这些 我听过很多的这种 这个学员也好 包括什么呢 一些这个从抖音赛道一起 我们做的很不错的一些玩家 沙道在上面来 都会跟我去讲的一些事情 有没有内部通道去做加白 之后你会发现 这个事情在这个市面上找到很多 其实都是什么呢 都是挣的是一个信息差的钱 它其实根本就解决不了你什么太多的问题 因为现在目前视频号的整个官方的 对外的服务团队 它是非常非常有限的 为什么我说这个它有一个很值得干的点呢 是因为在张晓龙亲自挂帅的 这个视频号的一个平台上而言 它的整个团队都非常的克制 那它对外的整个的服务跟营销 所有的这些东西 它都是走得非常稳的 它是一步一步来的 那你说能够通过什么内部的资源 就能够怎么样吗 我告诉你 大概率你会被割韭菜 第二个是折扣流量券的一个采买 流量折扣券的采买在去年的时候是比较盛行的 尤其是什么 尤其是一些号称 这个电商流量券 比方说就是我们讲服务商的 反补的一个补贴的一个流量券 拿出来做几折的一个折扣的卖 那其实这里面最大的坑是什么呢 那些券 首先很多券是两折三折的 它是贵 娱乐工会的券 那这些券对于我们做电商的商家而言 这些券有意义吗 其实意义不大 那现在也有一些服务商的一些券 它相对于能够什么呢 能够进行一个这个补贴 是官方是会给到的 但是在这个当中 如果你对接的不是服务商 如果这个只是什么呢 只是这个服务商打着服务商的幌子来跟你说 它可以兜售这个的 建议大家尽量什么保持理智 因为它有几种方式 如果你是挂靠在这个服务商 你的流量券 它给你的一定是基于你做的流水 它的一个换算比例给到你的 你想要让它给更多的给到你 要么你就要看看你们的交情怎么样 要么你还要看一下什么呢 看一下它对于你的整个的一个扶持力度 也得看看自己是不是真的值得被它扶持 要不然的话你就得去思考一下 是不是有可能这个东西后面又包含了一些什么 一些信息差那这里面我们给到大家的一个B坑指南 在后面也有写到 所以希望大家尽可能的不要去踩这些坑 那第二个是什么 第二个是自愈运营的人 那首先现在目前杀进来的很多人 其实玩家因为他是直播的这种形态 那很多都是进来做短视频 做直播带货的这种商家 那他更多是公寓属性的这种团队 那这些属性的团队 他一定带的是什么 一定带的是这种纯公寓流量的思维 那他一定会踩这个陷阱 就像我们最开始在认知片就跟大家说过 视频号一定要去做公私欲联动 它的价值才能够最大化 在这个平台你挣钱才能够挣得最大化 那在这个点上 如果你只是单纯的纯公寓流量思维 把它理解为一个快速薅一波流量 你快速在公寓做一波线 你就结束了的这么一个玩家 相信你一定会后悔了 因为相当于减了什么 减了这个芝麻丢了西瓜 那在操盘手的我对于他的理解来说 一定要形成什么呢 在这个陷阱当中一定要形成私欲与公寓联动的一个闭环思维 快速的如果说你没有这个思维 我建议你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你去快速的找到有私欲的这种属性的团队 直接进行合作 如果说我们举个例子 前端你做直播做内容 你能够很快速的能够去解决什么 也解决公寓流量导入的一个问题 那比方说你能够解决老年人的问题 你又能够是通过健康类型的这种产品 能够解决中老年人导入到私欲的一个这个能力的问题 那你直接找这种做私欲大健康的团队直接合作 你直接把流量跟他进行什么 进行合作关系的一个绑定 进行利益的一个最大化 你会发现你的收益会大得多得多 那第二个是什么 第二个是找专业的合伙人来补充什么 补充团队基因的一个短板 对于我来讲 我的属性也更多是什么 做这个流量属性 做直播带货这个板块的属性 对于私欲这个板块 虽然说我们以前我们自己做过公众号 做过什么 做过这个社群等等这一块 但是我们对于私欲的理解还是不够深刻 那你像我们现在目前做视频号里面 我们就直接把什么 把具备私欲足够有能力强的合伙人直接拉进来 补充了我们一个短板的一个缺失 补充了我们全公寓流量属性团队的一个短板 那这是规计到的陷阱 以及所对应的解决方案 第二个是什么 自建私欲流量承接团队的陷阱 那如果很多人觉得那公私欲联动这个事一定要值得干 也必须要这么干 那我接下来可以怎么做呢 那我就自己做嘛 我自己去搭建私欲团队嘛 但是你会发现你一定会踩坑 这个坑就是时间成本 这个坑就是认知不够 这个坑就是什么呢 你会因为时间成本因为这不够 你会导致自己错过这个风口 那我觉得是第二类人一定要逼得坑 那这一个避免它的方式很简单 参考第一条 直接去找人合作 或者是说邀约这样的合伙人加入 那第三类型的知识迭代速度慢的人 很多的一些朋友 他在一个平台做到一定程度之后 他就很容易躺平 你比方说像现在我身边也有一些这样的老板 他在于做视频后来说的 入局也早 因为入局早的 他对于什么 对于整个的一个流量的红利 他就吃的比较多 那他对于整个流量红利的一些打法 相对就已经很成型了 那基于这些成型的点呢 他可能觉得 那我基于这些成型的点 我对于之前的一些积累 我现在也够了 恰好是因为这一些思维 你会发现他们正在被淘汰 他们的流量正在被萎缩 以及他们的也正在被什么 被其他有更新颖的打法叠单 比方说我们讲 去年我们很多这个同行们 他们在做一个事情 他们做的是这种 7到10秒的短视频 二减或说二创的一些内容 7到10秒钟的这种 他们这个觉得 整个收益还是非常非常OK的 那但是到了今年 他会发现流量有所下降 还会发现他的变现能力有所减弱 但是很多人他不会去想 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 他可能只是因为觉得 做的人多了吧 但殊不知他这里面是因为什么 是因为平台的算法在变化 是因为内容的要求在变化 是因为用户的需求在变化 那包括什么呢 包括这个平台对于什么 对于我们商家 所要完成他的一些考核指标的能力的指标也在增长 那如果说依然保持这种不变的这种状态 依然保持之前去年的那一套知识体系 那一套知识思维的会发现 他一定会被淘汰掉 因为用户基于这种短的这种视频内容 他对于这种价值电路不够深的这种内容 他一定会什么的慢慢的路线审美疲劳 而这个时候能够去取缔他的一定是基于有迭代后的内容 比方说能够做长城庆式的这种内容的剧情 为什么今年的整个片IP属性剧情类型的内容 是能够得到大量的呢 他更多的是因为什么 更多的是因为用户的需求在发生什么 发生变化 用户有更进一步的这种增加 那平台的也会因为用户的需求的增加 也会不断的去提升什么 提升对于需要倒逼商家的相关的内容的生产能力 那在这里面的话我们可以什么 可以去看这个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无非就是持续去迭代玩法 他可以参照淘宝抖音微商社交电商等等的一套 一些系列的玩法去进行微创新融合就好了 为什么是参照这个淘宝抖音微商社交电商 因为这里面包含了这个兴趣电商 包含了什么 包含了我们讲的微信生态 我们觉得整套商业模型是比较成熟的一套 微商和社交电商的一套商业模式 它是非常值得什么值得去研究的一套商业模型 因为这套商业模型的背后是什么 是人情关系 是陪伴 是情感 那这一些如果基于公寓的逻辑 真正的你去进行拆解的时候 基于这套思维上面去迭代它的玩法的时候 在视频号你会发现才会真正的去得到更大的一个收益 OK这个是第三类人 第四类人信息获取能力差的人 在这里给大家讲一个我学员的一个真实的一个案例 他做了一段时间之后 他给我反馈到的一个点是什么 明明我的货盘 我的话术 包括什么 我的整个的一个直播间的一个表现 以及我还做了一些付费的这些相关的方式 无论怎么看 我都比什么同行那些做的要好 但是为什么我的流量常会被封号 但是我的那些同行们没有 那后面我跟他说 我建议你去到做C牌的这一个 你最大的这家公司 你直接去找他 你直接去拜码头 你直接去拜大哥 你只要能够拜到大哥 我相信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他最开始什么 最开始他没有很明白这个意思 后面我又跟他讲了一下 我说你一定要去 去的原因是什么 很有可能就是因为他们已经抱团取暖 而这个赛道的头部指甲都抱团取暖的情况之下 你还有机会吗 而这种信息一定是基于非常小的圈层才能够获取的 我说你去拜大哥核心是什么 核心是加入这个圈子 让他不要搞你 你有可能并不是因为你的整个前端的SOP不行 有可能不是因为你的技术不行 你的内容不行 有可能只是因为你没有加入到真正的核心赛道的这个核心圈层 他们在排外 他们在攻击你 他们在做圈层的小垄断 那如果这个时候你一直是保持闭门造车的状态 你无非要么你就会被什么被熬死 要么你会怀疑人生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你可以走出去 你不妨去到大哥身边去拜拜大哥 让大哥接纳你 那这个时候很有可能你这个塞道 你会发现流量还是问题吗 不是问题 而这一些来源 我又是怎么知道的 核心是因为我信息的获取能力能够触达到最后一环 那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我们在这个事情上 我们给到大家的一些这种一种思考 那我希望大家什么呢 如果说想要做好视频的话 也一定要去什么呢 也一定要学会去走出去 我们既要去看什么呢 官方的信息 我们也要看行业的信息 我们更要看我们想要做的这条这个类目 这条赛道的核心 真正核心层的信息 只有这样的 你才能够真正的在这个赛道上 不被什么呢 不被掉坑 这个是我们的第四个板块 接下来给大家分享的是 视频后的基础篇之思维 感谢观看